作为英国王室下一位女主人,凯特地位在查尔斯加冕典礼上,那是彰显无疑,就算有婆婆卡米拉在,依然没有人抢走她的风头,无论是加冕典礼上,还是音乐会,以及花园宴会上她都是排在最前头。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甚至在卡米拉没有出席招待各国王室的宴会上,凯特也是当仁不让挑起大梁。 只能说威尔是王妃做的,下一个英国王后也做的,这就是不少人对凯特的评价。 人家在英国王室,那是混得风生水起,那边肘里梅根,则是保持沉默。 应该说查尔斯这次加冕典礼,这对夫妇罕见低调,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注定了他们结局不同,看哈里,梅根现在状况,也是求人得人。 人总要为自己做出每一个步骤来买单,梅根可能想要自由,这种生活是他想要。 不过认真来看一下,威廉比哈里要幸运多。 婚后生活也就大不相同。 查尔斯加冕典礼上,凯特应该说是出尽了风头,几身造型备受大家关注。 加冕典礼上那一身蓝色披风,戴着漂亮花冠,头一次这么穿,真的很吸睛。 特别是他回眸一笑,眼神当中带着刚毅的感觉,有点像复仇女郎一般。 他和女儿夏洛特公主造型,算是母女装,有人评价这才是真正王室成员打扮。 白金汉宫举行加冕花园派对上,凯特和婶婶苏菲一样,承担起了招待来宾任务。 如果梅根没有闹幺蛾子的话,其实苏菲那个角色,本来该是梅根来承担。 只能说人和人之间来往,还要看两个人缘分,轴里不一定都能相处很好。 小婶婶和侄媳妇也能相处很好,就像凯特和苏菲,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蓝色系。 这个也是英国王室海军的颜色,挺符合今日气氛。 凯特的这身造型轻盈又不识端庄,苏菲的这身带有很强的复古色彩。 他们俏丽丽地站在那里,迎接各位嘉宾的到来,算是英国王室一道靓丽风景线。 应该说,凯特的这个王妃做的那是尽职尽责,值得大家点赞。 查尔斯加冕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庆祝活动要进行,威廉,凯特毫无疑问就是主角。 招待来宾,还有跟民众同欢,确实挺忙碌。 新时代王室不要成天,躲在王宫中,应该走出来,跟民众聊天。 不光自己出去,还要领着孩子们来出去,也是拉近和民众交流机会。 这个就是英国王室成员职责,从小就要培养呀。 脖子上的这个项链,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钻石花彩项链,是当年乔治六世为女儿定制的,上面据说有105颗金钻。 虽然是皇冠不让戴,但是项链还是可以的,听说伊丽莎白女王临终时,把私人珍藏珠宝都给了夏洛特公主。 目前这些都是凯特来保管,佩戴这顶不算太过分呀。 事实上,凯特这几年佩戴首饰,相对于过去,那是多了不少。 这也代表,她在王室中地位越发稳固,几乎无人能够撼动。 对于凯特这边的风光,梅根的生活应该说低调不少吧。 不可否认两个人能够有今日地位,离不开英国王妃加持,如果没有这层,基本上啥也不是。 在查尔斯加冕典礼这几天,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已经表示哈里王子蜡像江惠和查尔斯,卡米拉,威廉凯特一起出现在英国王室的区域。 至于梅根的蜡像,江惠和安吉丽娜朱莉和贝克汉姆夫妇等人一起出现在颁奖派对区。 并非是人家厚此薄彼,谁让梅根没有亮相加冕典礼,自然不会享受到很高待遇。 自从两个人宣布不再承担王室责任,搬家走人之后,他们的蜡像就已经移出了王室区。 这个就是英国人的态度,已经不认可梅根王妃的身份,虽然这人坚持不认。 离家这几年后,当初豪言壮语明显赤裸裸打脸,也不得不认清楚现实。 没有英国王室支持,真的什么也不是,人气直线下滑。 现在只能靠出卖王室秘密来挣钱,想起来也是可惜,堂堂英国王子,王妃快成八卦小报常客。 这次英国王室大合照中,哈里都没有出现在照片中,就是代表查尔斯态度,已经把他排除在高级王室成员行列。 哈里在参加玩家免典礼之后,就马不停蹄迅速地回到了美国,参加儿子的生日宴会。 但是两个人在事后也没有晒出来的照片,感觉挺奇怪。 这次邀请他过来参加,虽然英国王室对他不满,也是给足了面子,坐在第三排。 不过对于哈里来讲,感觉还是很不适滋味,别忘了他可是查尔斯亲儿子。 如果是在过去的话,应该是坐在第二排,甚至有可能会坐在更前头。 以前还能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但是现在这里将会不会有他身影。 这也能看得出来哈里和英国王室关系的紧张,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甚至没有办法一起拍摄全家福。 这次过来满打满算,就是二十把小时,就给旋风市的。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去了一趟白金汉宫,也没有和家里人说过话。 大家一直在忙着加冕典礼,算是错过这个机会,估计今年没有了。 有人说闹的这波田地,都怪梅根,但是有人赞成梅根独立,敢于反抗。 不能否认梅根的优秀,但是不得不承认一点,那就是梅根的出现确实加剧了英国王室的分裂。 虽然这种分裂可能是早就有,但是不可否认是梅根,让哈利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借口。 拼命地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到原生泰家庭,认为查尔斯对他不好。 不否认当年这事确实对威廉和哈利造成不小影响,但是两个人婚姻不同,给他们今后生活,那是不一样。 凯特治愈威廉伤口,能够平衡面对当年那件事,治愈哈利就做不到。 我们不是当事人,没有办法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说是,可能有点道德绑架。 但是梅根嫁入皇室的时候,发现没有办法很好地适应皇室的生活,想要离开没有错。 但是,走人之后,一直抨击王室,却还想要沾王世光,真的让人看不惯。 现在英国王室已经换了当家人,这也意味着先开心的篇章。 客观上来讲,凯特做得很不错,公开场合大方得体,承担起王室责任。 对内和威廉感情恩爱,生下三个可爱孩子,不愧是好妻子,好妈妈。 希望他和威廉能够给这个古老王室融入新的新鲜血液,让他继续发扬光大。 而小编个人的观点是,据说,凯特胸前的105颗彩钻项链又戳了梅根的废管子, 怪不得他特意巴巴地跑出来假装散步,实则暗讽地溜达了一圈呢。 只不过,以公爵夫人的家底,他属实拿不出106颗钻石和凯特叫板,于是他眼珠一转,打起了环保健康牌。 哥儿姐在脖子上挂了一个硕大的黄玻璃,也叫人工水晶,那意思就是想漂亮so easy, 几块钱就能让你不灵不灵,以此讽刺凯特的爱慕虚荣,铺张浪费。 公爵夫人差一点就成功了,如果他记得把自己手上的大金表,小碎钻手镯摘了就好了, 只可惜这几样似乎汗在胳膊上的金银珠宝很好地说明了公爵夫人的内心渴望, 他不是不喜欢钻石,正相反,他喜欢得紧,没有大钻石,小碎钻他都不嫌弃,片刻不能离身。 胳膊和胸脯打了架,哥儿姐用实际行动说明了什么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又上演了一场闹剧。 这也是这几年来梅根和凯特之间的拉扯的一个缩影,梅根一次次用自毁式攻击成就了凯特, 可以说,没有梅根的做天做地,就没有凯特的大杀四方。 想当初梅根刚进王室的形象比凯特好的不知多少, 他独立,热情,幽默,曾经有自己的事业,还是女权主义者, 强调女性负能,每张牌都打在了时代的锣鼓点上。 白云苍狗仅数载,如今这两轴里之间的地位已经云泥之别, 梅根和凯特的差距已经不是几条街的问题了,而是几辈子的事了。 说实话,这次查尔斯的加冕典礼,有多少是冲着威尔士亲王一家去的? 百分之五十都谦虚了吧? 而这其中,凯特更是典礼仪式中不可忽略的焦点, 头戴橄榄枝花冠的王妃,让人想起凯撒的那句名言, 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现在的凯特和前几年相比,用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说句难听点的话,现在的老王家,老卡可以随时赶了, 老茶其实也可以随意,但是如果一天没有凯特,王家的马找? 别的不说,就说这次加冕庆典,如果没有凯特就场, 王室招待会就好悬摸了女主人,差点闹个国际大笑话, 而庆典之后,又是凯特主理了答谢花园会,随时没有明说, 但是王室当家主母是谁,大家早已心照不宣了。 所以说,凯特提前解锁了彩钻项链,是实至名归, 梅根酸掉了牙,也只能看着罢了。 而,轴里俩强弱的变化从何时开始,我还真不大忌的, 我只记得当初梅根出走,是随便一点活动都能上头条的。 而那时候凯特的王室公务只要和梅根撞车, 就肯定被压得连一点水花都没有, 还每每需要女王的官方平台亲自转发消息, 才能勉强驳回一点版面。 这几年,对凯特和梅根来说, 真算得上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 我相信,如果没有梅根不负责任的一走了之, 就没有凯特的风暴成长。 真应了那句话,成就你的,往往是你的敌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